大家好,正文开始之前,麻烦大家点击订阅,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。 不知大家发现没有,美英看似在俄乌冲苏上占一些上风,比如打击了欧元,倒逼大量资本回流到美英,缓和了本国的阶级矛盾,但其实这只是表面上的好处,当下美英正在品尝自己酿造的苦果。 日前,英国首相约翰逊亲自出访中东,他希望此行达成一项协议,以减少英国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。 访问期间,约翰逊分别与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,以及沙特王储萨勒曼就能源安全问题举行会晤,不过他没有得到这两个关键国际伙伴提高石油产量的公开承诺。 英国《金融时报》评论称,约翰逊的中东之行空手而归。 因为沙阿两国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,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在俄乌冲突还未明朗的情况下,不能得罪俄罗斯。 这里面的逻辑并不复杂,帮助英美就是把自己陷入火坑。 上世纪70年代当时的高价格就造成了各国对石油的需求减少,这个教训沙阿岂能忘记。 所以他们不会拿自己的经济前途冒险。 另外一方面,沙特和俄罗斯在2020年签订了新的石油协议,双方要按照每天40万桶的产量向世界供应石油,这是保证双方实现互赢互利的底线。 而且在沙特看来,俄罗斯不仅是一个武器供应大国,也是一个抗衡美国施压伊朗的大国,这对于沙特拓展中东话语权是有利的。 与此同时,美国与沙特和阿联酋存在极大的隔阂和分歧,这让沙特和阿联酋觉得美国已经抛弃了他们,所以三方关系相当紧张。 这一次沙特和阿联酋都拒绝了英美提出的增产石油的要求,就是对美英的一种不满和发泄。 尽管美国已经为沙特运送了一大批爱国者防空导弹,帮助其防范胡塞武装,但这已经太晚了。 美英的信誉早就从抛弃阿富汗加尼政权时就破产了,这就是俄乌冲突产生的后果。 远远不止国际油价飙升这么简单,而是西方霸权彻底动摇了。 在回程路上,或许是为了发泄不满,或许是想再次挑事,又或许只是为了满足美国的要求。 约翰逊竟然突然公开警告中国,不要在乌克兰危机中选择邪恶的一方。 因为这次冲突的是非判断非常明确,是善与恶的较量,而中国正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,就像二战中站错了队。 约翰逊说这话之前也不知道过没过脑子,中国确实没有选择邪恶的一方, 因为明眼人都很清楚中国的立场是支持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危机,而不是毫无用处,只能令事态更加升级的单边制裁。 究竟谁是爱好和平的善良一方,谁是没事挑事的邪恶一方,不言而喻。 约翰逊这一番善恶论直接遭到了许多国外网友的抨击,这也不是西方政客第一次要求中国选边站。 之前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就表示,英国应该展现大国形象,劝劝俄罗斯, 而让西方政客没想到的是,沙特阿美转头和中国签约,在中国建造大型炼油厂。 对于美国务卿布林肯日前就俄乌冲突,妄称中国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,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,美方的有关言论是对中方的污蔑抹黑, 充分暴露了美方的冷战思维和集团对抗思想。 这类言论对解决问题毫无注意,中方对此坚决反对。 对,在乌克兰问题上,中方始终本着客观公正态度, 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,独立自主地做出判断。 英国还沉浸在日不落帝国的美梦中到处指责他国, 然而现实是其国内早已危机重重, 还是建议约翰逊在警告中国之前先好好想想, 英国的石油缺口该去什么地方解决吧? 事实上,就连英国的老大已经放弃炒作中国对俄军援。 3月22日,拜登出访欧洲前夕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召开媒体吹风会。 沙利文被记者问及中国对俄军事援助的问题, 对于这个美国政府前几天一口咬定的说法, 沙利文却回应称, 他没有发现任何有关中国给俄罗斯提供武器装备的证据。 3月21日的白宫记者会上, 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被问道, 是否收到有关中国给俄罗斯提供物质援助的消息? 普萨基回应称, 中国大使称,会和俄罗斯保持正常经贸关系, 除此之外,我们没有进一步评估。 3月22日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在采访中被问道, 如果中国因俄问题遭到美国制裁, 中国是否有评估和准备? 秦刚回应称, 当然,我们密切关注美方下一步有关的动向, 我们不希望制裁发生, 但是如果真的强加给我们, 我们也要做出坚决有力的回应来维护我们正当的权益。 秦刚表示, 中国与乌克兰、俄罗斯都有着良好的关系, 中俄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, 互为最大邻国,各个领域的交往十分密切。 中俄之间的这种关系, 不应被视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一个累赘, 一个麻烦, 而应被当作一种资源,一种机遇。 记者问道, 中俄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, 双方在今年2月发表联合声明, 表示两国友好, 没有止境, 合作没有禁区。 那么在这次乌克兰危机中, 中方愿意多大程度兑现这样的联合声明。 秦刚回应, 中俄之间合作没有禁区, 但也是有底线的, 这个底线就是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宗旨和原则, 是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, 这也是中国同其他任何国家处理双边关系时, 所遵循的行动指南。 记者问道, 我们看到有媒体说, 今天的乌克兰将是明天的台湾, 这句话您怎么解读? 秦刚回应, 台湾问题跟乌克兰问题完全是两码事,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,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 而乌克兰危机是乌克兰和俄罗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, 所以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, 不能够相提并论。 在乌克兰问题上, 美国有些人一直在讲, 要尊重乌克兰的国家主权, 领土完整, 但是在台湾问题上, 在这个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, 美国这些人闭口不谈尊重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, 这是一种典型的双重标准。 秦刚还表示, 俄乌冲突对世界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, 目前中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, 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, 中国需要集中精力促进国际经济和社会发展,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。 3月20日, 秦刚还接受了美国CBS的直播采访, 为什么选择直播? 上任以来, 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多次接受美国主流媒体专访, 但被屡次断章取义后, 这次干脆直接上直播。 这样他的讲话内容不会被剪辑或者过滤。 不能断章取义截取后, 主持人布伦南在提问中设置了重重陷阱, 在开场客套话说完之后, 就直接把话题引向中国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立场, 而且谈话越往后, 火药味就越浓。 短短9分钟的谈话, 秦刚足足被打断23次。 自俄乌危机升级后, 西方媒体开始层出不穷地针对中国制造假消息, 包括俄罗斯在攻打乌克兰前通知了中方, 俄罗斯请求中国提供军事援助, 中国正在考虑,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试图飞往北京, 但飞机中途返航等等, 一方面试图通过假消息施压中国选边站, 一方面还在刻意离间中俄关系。 由于美国无法两边对中俄作战, 且需要通过对华贸易稳固帝国经济, 所以美国采取了假新闻这种策略来施压中国表态, 一是获取政治利益, 二是想从中国下手进一步孤立俄罗斯。 美国前CIA局长大卫就为俄欧冲突雀跃, 他兴奋地表示这让美国得以向盟国展现器 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的作用, 也再次让北约再次伟大。 毕竟在欧洲盟友有所动摇的时候, 一场俄乌冲突让美国为欧洲塑形出一个巨大威胁, 让盟友们惊吓之余只好再次抱紧美国大腿, 而美国得以挽回些许在阿富汗等地丢掉的颜面。 美国的目的显而易见, 但找中国施压显然是找错了方向。 在中国首脑视频通话中, 我国领导人回忆拜登两句中国老话, 一句是一个巴掌拍不响, 另一句是解铃还需细铃人。 乌克兰危机的出现, 美国和北约需要承担责任, 美国来找中国化解乌克兰危机, 明显是把原因找错了。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、分享、订阅。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, 就这样,我们下期见。